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佛陀就跟他说了 世界上有两条道路 一条是从光明走向黑暗 还有一条是从黑暗走向光明 短见之人是从光明走向黑暗 而贤能的人是从黑暗走向光明 救自己的生命才能救度众生的生命 才能救别人的生命 把自己的心安住在聚静的涅槃之中 不受外界的诱惑 那才是自主的生活 那我们在人间已经过上了菩萨自由自在的生活 一个人看破了他才能放得下 如果看不破的人他永远放不下 要救度自己就得看破 有一个不会游泳的人突然之间掉到了水里 他掉到了水里之后拼命的滑呀 两个手两个脚拼命的挣扎 大声的呼救救救我呀 他越挣扎身体越往水底下沉 到了最后他知道已经没有办法了 他的心一横 我随他去了 死了也就死了 我放下了 浑身不动 人瘫在那里 没想到水把他慢慢的浮出来了 得到了众生的救度 这就是告诉你们 我们在学佛当中就是如此 遇到什么事情越紧张 越容易坏事 越看破放下 不执着 我们就越能够成功 无所谓了 看破了 就这么回事了 有什么回事 那就是放下 很多人对物境 做研究 做研究 又研究 开悟 难不难 真的很难 台长经常告诉大家一句话 什么叫开悟 想明白 想通 永远不烦恼了 那就叫开悟 我们佛教中的放下 并不是说什么都不要 我们要什么 要多少 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的身体再大 但是我们需要的生命 只是一个心脏而已 多余的脂肪 只能会压迫人的心脏 多余的财富 只能拖累人的心灵 所以多余的追求和幻想 只会增加一个人生命的负担 希望我们学博人 放下沉重的欲望 和过度的要求 我们要舍去执着 还自己一片清静的天空 这才是学博人的心态啊 所以不要执着于自己的身体 要执着于自己的精神 身体可以失去 而我们的精神 那是永存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